立法院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 之后驾驶如果阻挡救护车或消防车、警备车 要罚还3600元之外 还要吊销驾照 一年之后才能够重考 而新法预计在8月份上路 救护车载着脑血管酸菜的病患 再过到3号奔驰 没想到却遇到挡路的货车 救护车先是鸣笛又按喇叭 没想到内饰车到货车不浪就是不浪 这样阻挡救护车的案例是有所闻 2010年台大博士生肖明里 比终止挡救护车 造成车上老妇人最后送医不治 引发各界哗然 当时立法院修法就加重罚则 增订调照三个月 不过这几年来依然不断有类似案件发生 立法院三读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修正案 未来如果阻挡救护车 或是消防车 警备车 罚还一律提高到3600元外 还会被吊销驾照 不立即必要的行为的话 修正它的罚则 由现行处600到1800的罚还 并吊扣驾照三个月 提高到要处3600的罚还 并且吊销驾照实质照 那你至少一年不能够考虑 交通部表示 救人救灾 人命关天 因此修法重罚 新法通过后 最慢八月份就会上路 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学医家郭俊林台北报道